新鮮的豬厚腿肉细细剔去肥脂 直取筋肉 厚打5厘米的特制木锤 以固定节奏反复敲打 打散肌肉中的纤维 直到化为肉泥 这个过程赋予了猪肉爽弹的口感 加盐 糖 小苏打 双手上振 四两拨千斤 借助腕力 推拨搓揉 直到带有颗粒感的肉泥 变成细腻粘稠的肉糊 再加入手洗地瓜粉锁肉汁 提升嫩滑的口感 一斤猪肉用足5两地瓜粉 少了吃口生硬 多了则肉尽退减 西洋人对丸子大概是有误解的 煮肉丸不用搓 而是在水沸之后 一小团一小团地插入水中 加盖煮个三两分钟浮起即可 不规则的形状跟我们寻常理解的球状丸子 可谓是相差甚远 它和肉片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出入很大 另一边打汤底 除了姜丝 香菜 白胡椒粉 酸辣才是这道汤羹的华材 辣味来自管阳本地产的黄辣椒 辛辣直冲脑门 小小一颗得分8碗用 足见其厉害程度 酸味则源于宁德本地浙蓉醋 出入开水 舀入猪肉丸 这道蒙蔽性极高的街头小吃就完成了 看起来味淡色轻 平平无奇 实则生猛开胃 醍醐灌顶 除了汤羹 斧顶肉片也可以用黄辣椒 猪油 葱油 酱油来拌着吃 还可搭配大米蒸制的水果 叫做肉片果汤 加入地瓜粉 瘫成的溜溜 就是昙华两双重奏的溜溜肉片 原产地叫肉丸 名字写出来是肉片 食则为肉羹 这碗名不复食的小吃 却是名副其实的好吃 让人玩味无穷 回味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